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有一种古老的风俗 地种性的妇女被雇佣在葬礼上 为驱斥的高种性男子酷丧 这些妇女被称为鲁达利 也就是女性酷灵人的义字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部 获奖无数的印度电影《酷灵人》 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命运多传的女人 最终成为一个职业酷灵人的故事 话说在拉贾斯坦邦的一个村庄里 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大地主拉姆 她一直卧病在身,恐将不久人世 因她是个非常吝啬的人 感觉死后也不会有人为她掉眼泪 于是一位名叫吉哈尼的职业孤灵人 被地主邀请到这里 随时准备等地主死后 在葬礼上为她哭丧哀悼 吉哈尼被安排住在了本村一个 名叫山茶瑞的寡妇家中 山茶瑞是一个沉默寡言 为村民称为灾星的女人 她的脸上泄满了岁月的沧桑 和对生活的麻木 吉哈尼很好奇 这个女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在她的一再追问下 山茶瑞这才一点点地 回忆起了自己命运多舛的一生 她出生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 恰好那天父亲也不幸顽固 因此她被认为是一个不祥的女人 母亲后来也抛下年幼的山茶瑞一走了之 她长得很美 唱歌跳舞也都是出类拔萃 但因为名声不好 她最后嫁给她一个贫苦的殿农 她的丈夫嗜酒奴命 整日喝得酩酊大醉不见人影 当时她的家中有个年少的儿子 和一个未病在床的婆婆 山茶瑞一边照顾两人 一边又要在地里劳作 所有生活的担子 全靠她一人苦苦支撑 有时在院里纵行高歌一曲 大概就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也就在那天 她的婆婆最终因病离开了人世 山茶瑞有些不知所措 她赶紧出门寻找丈夫 但却被人告知 她的丈夫因为偷到地主的东西 刚刚被抓了起来 要做半年的牢房 无奈之下 山茶瑞只好和儿子将婆婆抬了出来 在邻居的帮助下 为婆婆举行了一场简单的葬礼 山茶瑞的故事讲到这里 突然停了下来 她说那天在婆婆的葬礼上 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吉哈尼听到这里 不免有些伤感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随后吉哈尼来到了地主拉姆家中 拉姆的儿子拉克曼接待了吉哈尼 但拉克曼一句也没有问孤灵的事情 而是一再问吉哈尼山茶瑞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有没有足够的食物 缺不缺少什么东西 如果缺少 她让吉哈尼随时来她这里去 这让吉哈尼感觉 拉克曼似乎和山茶瑞之间有过什么事情 吉哈尼回来以后 立刻将拉克曼的好意告诉了山茶瑞 直到这时 山茶瑞布满阴霾的脸上 这才露出了久违的光芒 她不禁回忆起了人生中这段美好 而没有结果的恋情 那还是很多年前 有天山茶瑞在取水途中 偶然间遇到了地主拉姆的儿子拉克曼 当时拉克曼并不认识山茶瑞 因为口渴难耐 她便向山茶瑞捶摇一点水喝 当山茶瑞抬起头来时 她美丽的双眼 立刻引起了拉克曼的惊叹 当时山茶瑞爱与尊贝有别 自己就是已婚女人 她还担心自己的水会玷污了拉克曼的身份 但拉克曼却十分开明 并不在乎这些陈规陋戏 而且喝完水后 拉克曼还热情地邀请山茶瑞 坐上自己的骆驼 送她回村 但山茶瑞觉得 要是这样的话 村民估计会把她活埋 她最后恨是谢绝了拉克曼的好意 扭头跑回了村子 后来拉克曼得知了山茶瑞家中的情况 于是拉克曼说服了山茶瑞的丈夫 雇佣山茶瑞到她的家中 做了她妻子的一名贴身女佣 两人从那以后便有了时常见面的机会 拉克曼毫不掩饰自己对山茶瑞的情谊 而山茶瑞也对温柔礼貌的拉克曼 不免有些动心 但他们之间的阻隔 实在太大太多 她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甚至说话时都不敢抬头 最后拉克曼索性直言相告 她说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 得到一个女佣简直一路反掌 但她对山茶瑞的感情 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慕 只要山茶瑞放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做她的女人 她保证山茶瑞今后一时无忧 生活安逸 她不在乎他们之间身份的巨大差异 而且她也知道 山茶瑞和丈夫之间根本没有感情 她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人耽误自己的一生 拉克曼的一番肺腑之言 让山茶瑞非常的感动 甚至有几次 她几乎就要抛开一切去找拉克曼 但每次的最后时刻 还是有某种东西将她拉回了现实 后来有一天 拉克曼邀请山茶瑞 在自己儿子的生日庆典上各无助兴 本来在这种场合 拉克曼的妻子打算找一位身份比较高贵的舞者 但拉克曼只要选择了山茶瑞 她知道山茶瑞是位很好的舞者 山茶瑞也借着这次的机会 委婉地用歌声表达了对拉克曼的情意 但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拉克曼的愧疚之情 她终究还是无法接受拉克曼的好意 不过拉克曼得知了山茶瑞内心的真实意思后 还是感到非常的高兴 她当地就将山茶瑞房子周围的吉英木土地送给了她 虽然他们不能在一起 但她还是希望山茶瑞可以过得更好一点 后来山茶瑞辞掉了女佣的工作 拉克曼送她的土地 的确让她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她的丈夫从那以后也开始有所改变 但好景不长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毁掉了一切 她的丈夫在那场瘟疫中不幸去世 只留下了山茶瑞和年少的儿子相依为命 为她生存 木子二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到别处谋生 那天拉克曼特意驱车前来送别山茶瑞 两人在路上默默寒情 四目相对 但终究还是没有说一句话 从那以后 木子两人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辛的日子 好在最后 路密停了过来 他们又回到了故乡 而且儿子巴瓦也逐渐长大成人 他本以为生活会变得安稳起来 可偏偏儿子巴瓦也不是个安稳的人 长大以后的巴瓦和她的父亲曾经一样 也是酗酒如命 四处瞎混 经常不见人影 甚至后来 儿子巴瓦还带回家一个妓女 说是要和这个妓女成婚 因为她已经怀上了她的孩子 山茶瑞非常气愤 但为了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 她最后还是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不料这个儿媳却是个性格强势 非常彪悍的女人 她不但对自己的过去没有一点羞耻之心 甚至还恬不知识地在街上和曾经的客人打情骂俏 这下彻底点燃了山茶瑞心中的怒火 她本婆媳之间随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不料儿媳一怒之下甩头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一早 山茶瑞发现儿子巴瓦也不见了踪影 她赶紧来到妓院寻找儿子 结果发现儿媳此时愣愣地躺在床上 一个人说她的儿媳刚刚流产 孩子没了 这时儿媳还故意强调说 那个流产的孩子正是山茶瑞儿子的孤血 山茶瑞的脸色一下子暗沉了下来 她的孙子刚刚流产 儿子现在不知所踪 人生对她来说 总是一桩糟心事紧接着另一桩 似乎永远也没完没了 或许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 她就是个人见人贤的灾星 出生时磕死了自己的父亲 母亲也将之抛弃 她也许注定要孤独悲伤一生 山茶瑞的故事讲到这里 吉哈尼早已听得气不成声 倒是山茶瑞此时遭一惊麻木 想起这些往事也不会让她掉一滴眼泪 在听过了山茶瑞的遭遇后 吉哈尼也对这个不幸的女人 更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 而且吉哈尼看得出来 山茶瑞的眼睛里其实有流不完的眼泪 但山茶瑞的心灵早已变得冰冷坚硬 她其实更应该大声地哭出来 这样也可以过得舒心一点 她甚至邀请山茶瑞和她一起工作 也成为一个孤灵人 吉哈尼同样也是孤独伶伶 这样他们两个可以彼此温暖 有个照应 更重要的是 山茶瑞也可以重新燃起 对生活的希望 吉哈尼的一番盛情 令山茶瑞非常感动 她最后答应了吉哈尼 也成为了一名孤灵人 后来有天晚上 地主拉姆的病情突然急转之下 马上就要断气 当时吉哈尼刚刚去参加了 另一个人的葬礼 情急之下 拉姆的仆人便邀请山茶瑞 代替吉哈尼前去 而且拉姆的儿子拉克曼 在父亲的葬礼之后 就要离开这里 在拉克曼离开这里之前 他们也好见上一面 山茶瑞想到拉克曼 这才勇敢地接下来这个任务 自从上次分离以来 如今山茶瑞和拉克曼 已经有十多年未见 这次意外的重逢 两人都有些 恍惚格式的感觉 当山茶瑞在拉克曼的要求下 抬起头来时 拉克曼觉得他的眼睛 依旧像当初一样迷人 其实这些年来 拉克曼一直在暗中 尽力帮助着山茶瑞 若不是他的周全 想必山茶瑞的日子 会更加的艰难 山茶瑞得知此时候 也是非常的感谢 就在这时 一个仆人突然来报说 吉哈尼因为染上了瘟疫 刚刚离开了人世 他在此前特别交代说 其实他的名字 不叫吉哈尼 而叫帕乌里 而这个名字 山茶瑞再熟悉不过 那正是他母亲的名字 时隔这么多年 他依然记得这个名字 这个女人曾经在他 最年幼无助的时候 依稀了他 而现在就在他 最暗淡的时刻 给他一抹难得的温情 可现在他也 突然离开了人世 这突然的变故 让山茶瑞百感交集 他突然间放声大笑 嘲笑命运 对自己的捉弄 又突然呼喊着母亲的名字 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这个天理下 最温情的字眼 最终彻底击碎了山茶瑞 用麻木伪装起来的尖枪 随后在地主拉姆的葬礼上 山茶瑞作为哭灵人 首次为一个死者顾丧 积攒他大半生的眼泪 突然间像溃堤的洪水一样 从他的眼睛里奔涌而出 数十载任海飘零 几多心酸和苦涩 亲情友情和爱情 父母儿子丈夫以及恋人 他能失去的东西 全都已经失去 只有刘悟凡的眼泪 作为哭灵人 哭着别人也哭着自己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